对不起 等累了吧 没 我只是想到 上一次真的期盼着看流星雨 还是高中的时候 那次我也在 那天晚最期结束之后 在学校操场上对吗 不过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会相信 跟流星许愿这种事 怎么感觉你不太信呢 遇见你之后 我相信你 你许了什么愿望 灵扇 你是简单呢 还是复杂呢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在你面前 我就是我 那你当初怎么知道我在东角落 你是不是派人跟着我 我是担心你 怕你出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只是害怕你会受到伤害 我希望我能第一时间出来守住你 你就当这是一种过度关心吧 但是 馨儿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相信我好吗 好 我信你 我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 礼物 我就是想两个派人 我就是你 我爱上你的 我就是我 你变得到你 你猜得到你 我就是那边 我真的追尽了你 这边 你尽开 你 我就是死的 我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谢谢 谢谢 馨儿 你今天怎么继续这么好啊 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心里高兴 第一时间就想见到你 处理集团的事情 跟你很辛苦吧 不辛苦 现在你知道吗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向你正面 我一点都不比你 别啥 你没有必要跟他比 做你自己就好了 昨天 我已经把他在我这里的所有拳 全部交易了 清空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没想到 告别仪式这么简单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 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 就像 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其实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散手 谢谢你 治好了我的拖延针 也让我有勇气 可以把我的感情 重新洗牌 我听说 人在十四岁的时候 指纹就会定型 之后就不会发现任何变化 就像这五年 我对你的感情 丝毫没有发生改变 你要说改变的话 那就是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 无法自拔地喜欢 我记得 我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是关于盼登珠穆拉玛峰的 当时我就立即决定 我要开始积攒路费 把它存进银行 并且 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些钱 一定 一定会用于冒险 那后来 这笔钱去了哪儿 这笔钱 用于了我这辈子 最大的冒险 心儿 我一定会给你 更好的生活 好 我 不想要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也不越来 心儿 你不必爱得这么辛苦 你也值得被爱 被珍惜 你只要点一个头 我也可以义无反目地 替你加速狂奔 只要你愿意 我一直都会在 所以 你愿意接受 接受可以为你加速狂奔的我吗 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